5月8日 外资称高股息ETF买进电高鸿海股价 作者 贵大 今天台股上涨49点 成交量4198亿 外资群买超台股23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减少3622口 期货空单留仓15603口 外资群买超台积电4114张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 外资群常常就是拿5000到6000亿完波段 然后透过统计赚钱 买现股的时候就先买期货多单 要卖的时候就买期货空单 一般散户都是凭感觉 凭直觉的玩 一定就是会输给科学的统计 那时我说过 这一次情况比较特别 外资群买了5000多亿 有九成都是买台积电 外资群如果买了期货空单 想把指数打下去 那一定就得卖自己手上的台积电 外资群手上又一大堆台积电 这样会伤到自己不得局 外资群这一个波段布局台积电 有50万张成本在575元 之前很多散户觉得 688元是韭菜价 当外资群买了7个多月后 台积电股价来到802元 现在不要说688元 很多散户觉得750元 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那时我就说 台股不太可能跌太深 因为外资群自己手上买了 一大堆台积电 结果外资群本来买了 65.2万张台积电 在4月卖了4.34万张 台股确实就是跌了1500多点 从20833点跌到19291点 5月外资群又买回台积电 3.54万张 指数又涨回20700点 以接下来有AI百年大行情 台积电AI营收到 2028年年复成长50% 现在台股根本不会是什么最高点 外资群光拿5000多亿 是不太可能把台股指数打下去的 了不起就是跌个1500点交朋友 记得有一天台股盘中 就跌了1000多点 等于是结束我的人生经历 我满仓还开杠杆 指数盘中最多下跌1000点 我还是能谈笑风声 这就是自我心里面够健全 还有买到价值股的好处 重点是我也透过了5年的时间 化解了风险 接下来几年会有AI百年大行情 你买到股价净值比太高的 AI概念股时 你到2028年不一定会赔钱 但过程中就是会出现一些大事件 大利空 如果你自我心里面不够健全 很容易就会因为心里面 一个软弱卖掉手上持股 大家按赞并留言 价值投资三要素 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里面 只要买到有价值的公司 时间能为我化解风险 每一次鸿海股价在上涨时 我都会提醒大家不要太盲目乐观 我看过太多散户平常都不买 然后看到鸿海股价上涨时 就一直拼命地追 然后还拼命开杠杆 之后股价涨高后修正 它才在那开始内心吸一堆 这一次虽然鸿海有AI百年大行情 但不代表会几周 几个月就一直涨上去不修正 三月鸿海股价从102元涨到4月9日的158元 结果短短5个交易日就从158元跌到137.5元 等于就是跌掉了三成左右 以一些技术现行的黄金比例来说 上涨100元跌个38.2元都还算是强势的修正 但对很多人来说 这样就把上涨三成多的获利赔回去了 如果你太着急及太过乐观 可能在修正过程中就会出局 所以慢慢的布局 也不要盲目乐观加大杠杆 以下是我几年前说过的话 大家就复习一下吧 当你在使用杠杆时 你要考虑最好的情况 也要考虑最差的情况 不要因为股价上涨而过度的盲目乐观 这两年一路走来 我们遇过中美贸易战 遇过COVID-19 直到现在市场看见鸿海的价值 开始还鸿海一个公道 市场上有一句话 你宁愿相信世上有鬼 你也不能不相信股市什么事都会发生 你要在任何事件发生都要能活下来的情况下 才能适度的开杠杆 杠杆用的好 是加速你财富自由的速度 杠杆用的不好 是加速你悲惨人生 以鸿海的价值及我们布局的均价 虽然距离很远 但切记不要因为股价上涨了 极限高了 维持率提高了 就一直去借钱 一般来说 大型全职股都是要花几年涨上去的 来日方长 适度的杠杆 再减少不必要的花费 尽量的把薪资 奖金 股息全部以复利的方向在投入 时间会是你的好朋友的 很多人以为投资是靠运气 投资需要靠一点点的运气 但绝大部分你还是得靠实力 我分享过很多的通用投资观念 股市陷阱 社会陷阱 什么是投资 什么是投机 当你懂得越多 你的功力就越强 越不会在股市中赔钱 当初市场盛行投机股 生计股 第二股 太阳能股 最近的航运股 等 你们要了解是涨题材 还是涨基本面 如果靠题材 靠消息 靠投机 一定是走不长远的 最近几天00946高股息ETF 买进了近3000张鸿海 这两天鸿海股价 一直在170元左右 所以外资群集主力 把买到的鸿海 以170元左右 卖给了高股息ETF 这有助于之后 垫高鸿海股价 之后00878 00919及00940 要调整持股 有可能外资群集主力 也会把鸿海股价 拉高一点 卖给这些高股息ETF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可以在拉台的过程中储备引弹 第一波外资群的成本在136元 第二波外资群成本在151元 卖出去再回来的内资主力 成本在167元 当三大法人 卖给高股息ETF股价在170元 这些高股息ETF 买了后短时间也不会卖 三大法人 就能拿着卖在170元的钱 再继续互盘及拉台 越多人成交比第一波 第二波主力做多外资群成本高 那主力外资群就越是安全 所以之后00919 00878及00940宣布成分股中有鸿海 三大法人一样是会把鸿海股价 拉高一点卖给这些高股息ETF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这是导货 三大法人买了60几万张鸿海 高股息ETF了不起就是买个几千张 几万张罢了 三大法人想要导货 一定就是要透过锚定效应 把鸿海股价拉起来 然后在高档整理个半年 一年 就像台积电这样 如果营收及获利够好 那就继续让获利奔跑 如果营收及获利不如预期 反正散户也中了锚定效应 我这样说好了 现在外资群如果在800元开始卖台积电 一路卖到750元 大家觉得散户会不会买呢 答案是会的 因为之前台积电就从826元跌到740元 过程中增加了10万名台积电股东 所以不要不信邪 外资群如果想要出货鸿海 一定就是会在高档整理很长一段时间的 重点是还要再向上拉一个锚点 这样向下跌散户才会进来 以目前外资群的成本来说 就是在136到151元 卖出再进来的内资成本从120元提升到167元 这时会有人说 内资卖掉有赚啊 其实内资的成本是提升的 我这样说好了 如果你是120买进 140元卖 这样你是赚了20元 接着你在167再买 那你的成本变多少呢 就是167元减赚到的20元 也就是147元 所以我常和大家说 不要自作聪明的在那买进及卖出 一开始占到很好的位置 你就是静静的抱着鸿海看三大法人在那装逼就行了 有很多自以为是的短线客 主力 他们在那买来卖去的下场 清一色都是增加自己的成本 最近有一些诈骗集团拿我脸书的图案在那骗人 这些人拿着一些可笑的获利就在那骗散户进群组 然后说有一档和鸿海差不多的股票要介绍 这种一听就知道是假的 我投资标的就只有一档鸿海 未来也不会有新的股票 所以不要被一些三角猫的诈骗集团给骗了 之前有一位网友被假剪警骗了300万 所以大家平常还是要多动一点脑 有常看我文章及影片的人 就知道我不可能介绍别的股票给别人 我是价值投资者 买进一档公司后 就不会在那忽多忽空 也不会三天两头说要换股操作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 外资称高股息ETF买进电高鸿海股价 2. 股价已反映的AI概念股谨慎风险 3. 鸿海六年以前就重金布局AI产业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23.86亿 投信买超台股19.36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2.45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台股40.77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减少3622口 期货留仓空单15603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6095口 今天台股成交4198.53亿 上涨46.98点 涨幅0.23% 收在207.51点 电子上涨4.53点 涨幅0.42% 收在1075.8点 金融上涨0.69点 涨幅0.04% 收在1908.82点 鸿海主力筹码分析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国泰综合 买了3349张 第二名的是港商法新 买了3179张 第三名的是摩根大通 买了2604张 第四名的是港麦格力 买了2464张 第五名是元大 买了1382张 今日卖超 第一名的台湾汇利 卖了9781张 第二名的是台湾摩根 卖了3061张 第三名的是瑞银 卖了1991张 第四名是台银 卖了1765张 第五名的是富邦 卖了868张 今天主力做多外资群 法国新夜买3179张 小摩买2604张 大摩卖3061张 瑞银卖1990张 美林卖114张 港商野村卖346张 第一波及第二波 主力外资群合计买超2735张 主力做多内资的元大 元富 统一 凯基 国泰 永丰金 富邦等券商 合计买了4087张 所以主力做多内资及外资 还是小幅度的偏多操作 今天卖第一名的是台湾汇利 合计卖超了9781张 台湾汇利还是不信邪的一直卖 这也是好事一件 目前还有很多外资群想要买 之后红海股价涨上来一阵子后 散户也会跟着进来买 总是需要有人提供股票给大家分 以目前红海的基本面及产业面来说 接下来每一个月 每一季的营收及财报会越来越好 三大法人正常都是会在第一年到第二年 就把未来几年该涨的股价涨完 大概就是先拿走20年的获利 之后财报出来后再逐季 逐年的验证 如果财报好 那股价就一丝一丝小涨一些 如果财报不好 股价就大幅度的修正 那时所谓不好的营收及财报 是不如三大法人预期 一般散户还是会看到营收年增两成 获利年增三成或四成 后面我们找几档AI概念股举例给大家看 看完后大家就会知道三大法人的操作习惯 通常一开始散户都不敢买 敢买的都是属于比较聪明的 这时候你也是最安全的 大部分的散户会在股价打出一个高档锚点 然后开出好的营收及获利时才开始买 那时买进的话 就仅是小打小闹 大家看散户真正赶大量进伟创及广达的价位 伟创在100到120元 广达在220到240元 在这个价位买到 到了2028年的获利别人都先拿走了 留给你的就仅有风险 三大法人早看出会有AI百年大行情 就先把伟创 广达 技嘉 维银炒到位 现在这些公司开出好的财报 了不起就是开高 然后就一路走低 鸿海则是不一样 股价才刚开始炒 很多散户会觉得鸿海营收财年增19% 第一季获利还没有出来 三大法人把股价从100元拉到169.5元 觉得买的人是韭菜 其实三大法人看到AI趋势这么明显 一开始就是要先把股价拉上去 把未来20年获利先拿走 当散户看到鸿海营收及获利出来 那时再倒给散户 不然三大法人部位这么大 等营收及获利都出来后 散户三秒就布局完了 三大法人要布局至少要几个月 大家看三大法人买了鸿海两个多月了 到现在也才买六十几万张 距离要买的140万张还差得很远 真的想要买到140万张 至少还要再买个三到五个月 这也是为什么三大法人一开始 就会先把股价炒上去 这样才能再营收及获利出来 使导货给散户 今天鸿海成交75884张 股价平盘 收在169.5元 外资群卖超7195张 投信买超1642张 自营商买超20张 三大法人卖超5532张 这几个交易日00946买了鸿海近3000张 明显就是外资群卖给ETF的 之后还有00940 00878 00919等ETF要调整持股 现在鸿海是台股中的人气王 也算是标股之一 大部分的ETF经理人都喜欢跟风 他们担心没有买到标股 而拖累了自己ETF的绩效 他们是不担心买贵的 会这样的道理很好懂 试想 有十档ETF 有九档买到当初标涨的国具 就只有一档没有买到 买到国具的ETF绩效都好到爆炸 没有买到国具的绩效就是很难看 主力及客户会想 我怎么这么倒霉买到这一档烂ETF 主观也会说为什么你ETF选股的绩效这么差 如果你跟着另外九档ETF买 国具就算最后修正了 那大家就是比烂 别人都赔百分之三十 只要你赔百分之二十八 你就是人中龙凤 这也是为什么ETF会集中去买一些标股及体财股 因为不买的话 你短线的绩效就会比别人难看 大家看持有鸿海的ETF 例如0056 00713 00900等 今年以来的绩效就是比别的ETF好看 之前很多ETF都不买鸿海 不是因为鸿海没有价值 而是鸿海股价太平稳 这些ETF也是希望买到短线会涨的公司 ETF可以拿来配息的有三种 一是公司配出来的股息 二是本金凭准金 三就是买卖股票赚到的差价 很多高股息明明持有的公司没有股利率10% 结果高股息ETF却敢配10%给你 很大的原因就是换股时产生的差价 大家看00940规模1700多亿 然后买在成分股天价的位阶 现在指数明明比00940上市时还要高 结果00940还是跌了4.5% 接下来00940又要换手上的持股 又要再损失一次手续费 这些钱就会从本金扣 00940买到的成分股股利率都在2%到4%左右 现在也没有赚到换股差价 所以00940要如何拿10%股利率配给投资者 那就是一件有趣的事 如果00940硬要配10% 那ETF的净值就会减少 这应该很好懂吧 持有的成分股股利率没有10% 差价也没有赚到 那就只能拿本金配了 当00940拿本金配时 净值减少 股价当然就会下跌 这就会成了拿自己的钱配给自己 你还要缴高额的所得税 那岂不是很搞笑 以目前鸿海开出的营收及获利情况 确实股价不应该上涨这么多 但是根据三大法人的习惯 他们都知道AI产业的趋势 他们想要赢散户 就是要先压保 不然三大法人部位这么大 他们每一季都会去参加公司的法说会 然后去问董事长有关公司的营运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抢得先机 大家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如果三大法人和一般投资者一样 看到公司赚多少后才开始布局 那三大法人怎么可能赢得过散户 一般散户三秒就不玩局了 重点是三秒也出光了 三大法人如果看到鸿海连续五个月 营收年增两成 看到鸿海连续几季获利年增三成 每一季看到获利出来才买一些 让股价涨一些 那最终一定是被散户教训假的 因为散户的动作一定是比三大法人快 毕竟两者的部位不同 三大法人近两个多月下来 买了鸿海六十几万张 散户一般想要布局 可能一开盘第一秒就all in了 这样就不玩局了 要出货也是一开盘一秒就出完货了 所以三大法人为了表现自己很专业 就先透过产业资讯分析公司 未来几年获利能增加多少 在公司营收及获利还没有出来前 他们就先大买 然后把未来二十年的获利先拿走 之后公司的营收及获利 如他们预测的出来了 他们就把手上的股票卖给散户 一般散户在买卖股票 了不起就是买在月线 季线 半年线 年线 大家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如果三大法人先把鸿海股价拉抬到300元 然后月线300元 季线280元 半年线250元 年线200元 三大法人的成本就是在年线的200元 散户进来买卖鸿海 不论他们怎么玩 只要是近一个月进来的 成本一定就是会在300元 如果进来的时间比较长 成本就是在季线的280元 在久一点的成本就在半年线250元 不论在哪一个成本 都会比三大法人成本200元高 散户每天不论怎么玩 怎么自作聪明 他们一定就是逃不过科学的统计 这时会有人说 这会不会是我凭空想象的情境呢 真的是爱说笑 三大法人在很多个股都这样玩了 不论是台积电 台达电 联发科 广达 伟创 日月光等 反正你有兴趣的话 就进去找一些大型全职股 然后分析一下 你就会知道三大法人 没有什么新花样 这也是为什么红海股价一开始一直狂涨的原因 现在一般讨论区就一直在那三三大法人要出货了 要倒货了 买了要套牢一辈子了 其实红海营收及获利还没有出来 大量的散户还不会进来 而且外资群及主力的成本也还没有控制在年线 这13大法人出货 单纯就是找死罢了 也许是会有少数的主力及外资群卖出 但记得一件事 如果你太早卖 后面你发觉行情还没有结束 你又会再进来 那时成本又增加了不少 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内资主力 之前不是在159跌到137.5元出货的很开心 结果最近几天又在166到170元买回来了 会回来的道理很好动 红海的营收及获利都还没有出来 是在急什么 真正的高点一定就是会在利多实现前一阵子 之前玉龙拿到N7大大单 很多主力 外资群 把人就进去布局 股价也是涨了很大一段 最终是在N7出来前几个月在那慢慢出货 当散户看到N7出货 评价不错 然后红华营收动不动就增加21倍 那时就会想要进来买 这时外资群 把人 主力就算之前没有出货完 还是能趁力多出来时继续出货 新闻说 外电报道 苹果投入AI领域之际 也将打造了AI自研晶片 并委由台积电代工 一般预料 台积电将以3nm代工苹果首款自研AI晶片 为台积电先进制成接单增添更多动能 台积电一贯不评论单一客户讯息 苹果发言人也不愿对相关报道置评 为相关消息激励台积电7日股价重返800元整数大关 当日最高价以800元收市 上涨14元 市值回升至20.75兆元 三大法人昨天联手买超台积电1.6万余张 以外资买超1.61万张手笔最大 台积电周二ADR早盘跌于1%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指出 苹果已在开发用于资料中心伺服器 能够运作AI软体的晶片 此举可能会让苹果公司在AI军备竞赛中获得关键优势 过去10年来 苹果逐渐成为iPhone、iPad、Apple Watch和Mac电脑产品晶片设计的主要业者 根据知情人士说法 最新的资料中心伺服器苹果晶片的计划 在内部代号为Project ACDC Apple Chips and Data Center的缩写 将把苹果公司的IC设计能力带入该公司伺服器的运作 ACDC计划已经运作数年 目前不清楚何时将发表相关新晶片 唯苹果已经承诺 会在6月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宣布许多新的AI产品和消息 苹果一直与晶片制造合作伙伴台积电设计 和初步生产这些晶片 尽管现在还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已经生产出最终的晶片 几位消息人士说 苹果的伺服器晶片可能会聚焦于执行AI模型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推论方面 而非聚焦于训练AI模型 数据显示 台积电2022年全年最大客户贡献营收于5000亿元 2023年营收贡献绝对金额达5465.5亿元 续创新高 法人推估应该是苹果 并预期今年相关营收贡献绝对值将续增 新闻说 微影财报 手机三率标新高 获利计增于三成 每股赚26.92元双地新油 微创旗下伺服器代工厂 维影董事会7日通过第一季财报 单季毛利率需站稳一成大关 达到11.1% 盈益率冲上8.4% 三率同写新高 税后存益47.07亿元 继增33.9% 年增42.7% 每股存益26.92元 单季获利与每股存益同地新油 开始收割AI伺服器商机带来的甜美果实 维影第一季受贿新产品NRE 一次性工程费用 收入占比提升 毛利率达11% 继增0.1个百分点 年增2.8个百分点 盈益率8.4% 继增0.5个百分点 年增2.4个百分点 税后存益率6.8% 继增0.8个百分点 年增2.4个百分点 呈现三率三升 并同创新高 微影看好云端产业与AI伺服器长期需求成长 持续投资深化资料中心技术与产品开发 耕耘云端资料中心IT基础设备 模组化设计的AI加速伺服器平台 以及先进易冷技术 微影除持续开发AI时代所需的整柜 试一冷板冷却技术外 也与散热领域技术领导厂商展开合作 微影表示 第一季已投资关键散热技术厂Zilcore 私募基金Andre Capital 开发多元技术 并进一步开拓潜在市场 微影也持续执行全球自由产能扩建计划 目前马来西亚二厂及台南二厂均按进度进行 墨西哥三厂已进入量产阶段 墨西哥厂区将打造为系统整合的主战场 A大回答 我有和大家说过 一般三大法人在炒作股价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一开始先把股价炒完 之后才逐月 逐季 逐年的去验证结果 而且一开始会以最好的获利去推测 然后把未来20年的获利都先拿走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公司股价会忽然涨很凶的原因 一般投资人会想 营收也才增一点 获利都还没有出来 凭什么股价涨这么多 所以散户一开始就不会在三大法人炒股价时去追价 半年及一年后 散户开始发掘公司的营收及获利出来了 每一个月看到营收或每一季看到获利 觉得营收及获利不错 他们就想要去追 而且觉得开了好营收及好财报股价就该大涨 其实你还是得看该公司股价是不是已经被炒作过了 以微影昨天开出了第一季很亮眼的财报 微影第一季税后存益47.07亿元 即增33.9% 年增42.7% 每股存益26.92元 这样的获利情况就和鸿海旗下最赚钱金基姆工业妇联差不多了 但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微影的股价已经从700元被炒到2395元了 股价净值比来到8.61倍 现在微影净值278元 接下来几年获利能一直很不错没有问题 不过就是股价净值比已经很高了 未来获利都被拿走了 如果三大法人还要硬去炒作 目前第一季赚26.9元 一年赚100来元 之前大力光一年赚到200元能炒到6000多 微影真的想要炒可以炒到3000元 但2400元到3000之间也才差600元 差不多就仅是25% 之后AI伺服器蓝海旗过后 微影可能就会步上大力光的后路 也就是之后5年赚500多元 净值增加250元 5年后净值来到500多元 股价却跌到1000元 有一些人可能觉得不可能 其实大力光都走一遍给你看了 很多成长股 标股 题材股等 其实走势都是差不多 昨天伪创开出很亮眼的营收 结果股价就开高走低 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一两年三大法人把鸿海的股价炒一两倍后 之后大家看到鸿海营收及获利都开得很漂亮 那时大家会发觉怎么股价走势很弱 如果营收及获利开得不够漂亮 股价就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跌 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说 一开始三大法人正在炒作鸿海的前一两年 这时其实才是最安全的 而且只要出现一些利多就会大幅度的上涨 未来股价炒到位后 出现好的营收及财报都是正常 如果比预期好的话 了不起就是小涨一些 如果不如预期股价就会出现大跌 新闻说 伪创公告四月业绩 单月合并营收以726.43亿元 较上月减少19.13% 但年增率达16.93% 累计前四月合并营收为3108.7亿元 年增13.4% 其中 伪创四月笔电出货量160万台 月减30万台 桌机出货70万台 月减20万台 显示器出货80万台 也较上月减少5万台 不过 AI伺服器逐月走扬 成为业绩成长主力 伪创表示 四月业绩月减 主要是三月还有一部分印度厂iPhone的业绩任列 加上四月笔电 桌机 显示器均下滑等因素所致 不过 对于AI伺服器 该公司信心十足 除替美系晶片大厂出货基板之外 伪美系品牌大厂也会出货系统产品 今年将逐月逐迹成长 该公司日前法说会释出对今年AI伺服器的出货展望 乐观评估将三位数成长 至今目标并未改变 而四月虽资讯产品出货越减 但就第二季来看 预估笔电仍将较手机成长5%到10%之间 卓机更会有双位数的计增率 而显示器则已渴望较上即有个位数的成长率 A大回答 大家看一下维银木公司的伪创 昨天在维银好的财报激励下开高 最终还是仅上涨0.5元 伪创的股价也早在第一年就已经反映完了 一开始投资人不相信伪创股价会上涨 所以在伪创上涨过程中站在卖方 结果伪创就从26元涨到161元 这时散户就中了锚定效应 锚点已经从26元变到161元 接下来伪创股价跌到100到120元 很多散户就近来买进伪创 他们觉得伪创已经跌好多 所以好值得买 2022年伪创赚4.01元 2023年仅赚4.08元 这种搞笑的获利增加 股价已经涨了三倍 从26元涨到115元 目前伪创的股价净值比也还有三倍多 最重要的是伪创仅持有微影42% 持有不到五成 还敢把微影列到本业中 这样就会产生虚胖 我举个白话文 我开一间店 然后有一间子公司 持有子公司比例仅有42% 这样子公司赚100元的话 母公司只能分42元 如果我说对该子公司有控制权利 那子公司的获利就会全部成为我本业的获利 我开母公司本业赚50元 子公司赚100元 我只能任列42元 但财报上会先把这100元列到我的本业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我本业赚150元 到了最后再从非控制权益把58元扣掉 这也是为什么伪创的本业毛利率 盈利大幅提升 但获利提升的还好 原因就是把微影的获利全部灌到自己本业中 以微影第一季赚26.9亿 毛利率11.1% 营收696亿 伪创就会把这696亿通通放到自己本业中 其实真正属于伪创的仅有292亿 这样等于偷灌了403亿 毛利率11.1%的营收进伪创中 伪创第一季营收2382亿 等于偷灌了近两成毛利率11%的营收进来 所以伪创的毛利率才会提升这么多 红海持有工业妇联有84% 这样把营收及毛利率灌到红海中 才算是比较正派的 红海持有工业妇联84% 几乎就是快要全部持有了 AI伺服器强劲成长 红海持有做AI伺服器的工业妇联有84% 伪创持有做AI伺服器的围影仅有42% 结果红海股价净值比1.55倍 伪创股价净值比3.1倍 大家这样一比就知道为什么伪创股价会弱势了 未来AI伺服器营收及获利越大 伪创输给红海就会更明显 毕竟红海持有金基母的比例有84% 伪创持有的仅有42% 以AI伺服器年复成长这么高 越到后面营收及获利越明显 结果伪创也才持有42% 这样股价净值比还有3.1倍 这样的公司股价如果再涨 那真的就是有鬼了 新闻说聚焦AI伺服器出货成长 美西外资调高技嘉目标价至450元 美西外资在最新出路的报告中表示 技嘉4月营收年增291% 由于美西外资原先预估的45% 美西外资强调 随教低层云端和企业客户 对AI伺服器的需求更加强劲 渴望推动技嘉AI伺服器业绩今年成长约4倍 市场对于GB210占减少的担忧有些过头 决定调高目标价 由原先的400元调高至450元 重申重申加码平等 同时调高今年第二季及全年营收目标 预估全年营收调高至2698亿元 年增97% 美西外资调高第二季营收预估达751亿元 即增36% 年增187% 每股盈余预估约3.7元 同时调高今年营收至2698亿元 年增97% 强调今年技嘉在AI伺服器出货将成长4倍多 达到22000台 A大回答 大家再看一下技嘉 营收动不动就是年增个几倍 结果2023年的获利仅有7.46元 比2022年的10.72元差 技嘉的股价从90元涨到快400元 就技嘉这两年的获利来看 还比鸿海差 结果股价都赶涨到快400元了 昨天技嘉开出4月营收年增290% 今天股价还下跌0.5元 一来是去年4月营收太差了 二来是技嘉的股价早反应过了 技嘉的净值58.95元 股价311.5元 股价净值比5.28倍 这个净值比已经和广达一样了 就算真的出现AI百年大行情 技嘉的股价也早反应过了 接下来技嘉营收及获利好都是应该的 只要稍微不如预期 股价就是会出现明显的修正 这也是我常说的 你不能去买一间获利早被拿走 风险你来单的公司 一开始三大法人在炒作股价时 他们一定是看好未来公司的营收及获利会大幅提升 所以一开始就会先把20年的获利先拿走 大部分的散户一定是不敢在营收及获利都还没有看到时就追 这样散户就不会和三大法人抢股票了 后面散户看到营收年增3倍 获利增2成 3成 这时再进去追价 三大法人就是趁机出货 大家了解三大法人的习惯后 就该知道一开始鸿海股价上涨时才是最安全的 明年及后年股价已经炒到股价净值比3到5倍时 鸿海不论开什么营收及获利 都很难出现明显的上涨 因为三大法人会在那时趁利多出货 2018年2月10的新闻说 鸿海集团成立AI应用实验室 你5年内再抬投资百亿元 鸿海集团于2日举行鸿海工业互联网AI应用实验室成立记者会 同时进行鸿海集团XR-Bag Human Longevity合作签署仪式 鸿海集团将于5年内再抬投资百亿元 全力发展人工智慧和工业互联网应用 人才招募方面 第一阶段将招募世界级人工智慧精英百位 未来鸿海集团将于5年内投资百亿元 全力发展人工智慧和工业互联网的应用 且主要集中于台湾 也将在两岸成立AI应用研究院 希望鸿海能成为台湾AI产业发展的领航者 他表示 现在是AI第三波浪潮 主要发展是在实体数据智能化 借此带来新应用 界面与商机 而AI独角兽公司切入实体经济 新创企业未必能轻易切入 因此也需要和传统巨头达成合作机制 鸿海和群创合作AI应用 包含关灯工厂 自动化等 集团已有团队正在运作 且对投资AI不会手软 目前预计台北和高雄会成立AI研究院 未来也会陆续在深圳 上海 北京等地陆续设立AI研究院 在人才招募方面 吕芳明表示 第一阶段集团将招募世界级人工智慧精英百位 鸿海需要更多AI人才 包括将鼓励内部同仁快速学习AI技术 也希望在台湾招募人才 与学校合作提供奖学金 并邀请全球人工智慧专家加入鸿海集团 或选派精英到全球机构学习 A大回答 大家可以看到鸿海在2018年2月 就重金投资AI产业研发 大家就知道鸿海的眼光如何了 更重要的是是 鸿海因为仅把获利配出一半 剩下的一半才能持续地在投入研发 扩厂 买设备 买土地 请员工等 刘董在2019下半年接手鸿海时 就把人工智慧放在核心技术中 所以鸿海2024年在AI伺服器取得重大的成绩单 这不会是偶然的 很多散户因为很短视 希望公司把赚到的钱都配出来 这样就能有高股息 但你的资产越大时 其实你是不会希望配太多股息出来的 因为会纳到你的所得税中 重点是所得税是财累计的 最高税率是会达到40% 虽然股息太高可以才单一税率28% 再加上二代健保 等于还是被扣掉三成了 大家应该知道巴菲特不喜欢配股息 因为他觉得富利的威力比原子弹厉害 如果鸿海像广达这样配九成给你 十元拿到九元 你被克了三成所得税 你就仅剩六点三元 鸿海如果是赚十点二五元配五点四元 一来拿到的股息少 不一定要缴百分之三十的所得税 二来另外一半是鸿海市直接保留在公司 等于你就是富利在投入 你也不需要再花一次手续费买进鸿海 如果你拿到五点四元 我就当你一样缴三成所得税 这样有三点七八元能再投入 加上没有配出来的四点八五元 等于你是以八点六三元再富利投入 一定是比配九成出来 富利在投入六点三元加一元 也就是七点三元好 很多散户会觉得鸿海在蹭AI题材 其实那是他们没有一直注意鸿海的法说会 如果他们有关注鸿海 就会知道鸿海很早就布局AI了 只是当初鸿海布局AI时 应该是不知道在2023年下半年会起来 2024年开始会爆发 这就像2019年刘董提出电动车 现在看起来电动车还没有爆发 但说不定两年后电动车忽然就爆发了 被鸿海视为未来产业的机器人 鸿海也是有持续的在布局 之前也没有人相信机器人会有很大的商机 但是在上一次挥达GTC大会后 挥达董事长背后一大堆机器人 这就让很多人开始有巨大的想象空间 重点是鸿海早在六年以前就开始布局机器人了 新闻说 NVIDIA黄仁勋6月要来了 机器人风潮在起这五档标涨停 挥达 NVIDIA GTC2024大会首日 执行长黄仁勋在开幕演说最后 无预警宣布推出人形机器人计划 带领出机器人概念股一波的展示 黄仁勋预计在六月台北国际电脑展前访台 市场关注是否再带起另一波风潮 挥达 NVIDIA 美国时间3月18日举行GTC2024大会 黄仁勋无预警宣布推出人形机器人计划 台上出现一大牌人形机器人 他表示 将建立拥有生成是AI人形机器人的应软体平台 业界解读 黄仁勋宣告挥达认为 AI结合人形机器人的时代已经到来 预期将有机会引爆机器人产业新一波热潮 台厂都渴望受贿 且在当时曾引爆一波机器人概念股的涨势 黄仁勋将在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2024前访台 不过 今年不在电脑展进行主题演讲 但根据挥达官网 6月2日晚间 黄仁勋将在台大综合体育馆演讲 分享人工智慧时代如何带动全球新工业革命的发展 挥达是AI领头羊 黄仁勋去年在电脑展前来台 带动AI股的上涨狂潮 今年AI仍是产业重要趋势 市场高度关注黄仁勋再度访台 相关AI概念股 机器人概念股是否受到进一步的激励 再出现新一波的行情 新闻说 群艺投信发行台湾科技高息成长即将在本9日挂牌 7日及8日两天将是持股建仓高峰期 投信经大笔敲进联电 鸿海与日月光投控这三档成分股 买超近1.2万张 100946公布前十大成分股来看 日月光投控 联电与鸿海排名第4至6名 指数权重分别9.11% 8.14%与7.71% 由于明天持仓就要完全执行完毕 经投信持续建仓 频道网友心上分享 2020年夏天在股市同学会看到A大的文章 A大所说过的坑 我几乎踩过一遍了 包括 1.听新闻买股票 这边肯肯那边摇摇 高买低卖 20年间差不多赔了200W 2.买了储蓄 投资型的保单 没什么获利 有的还亏损 未到其解约的要赔钱 3.在投机股下跌时 摊平买进 在国际急速上涨追买 剧烈下跌时摊平 4.在成长股修正时买进 大力光腰斩时 开始持续买进零股 从3000多买到2000元以下 5.只要没有离开股市 投机赚到的钱 会靠实力赔回去 在去年要退休时 不想随着国具 大力光的股价心情起伏 而全数初清 把2021年投机赚到的200多万赔回去 还倒贴 基于以上的原因 当我看到A大文章真是如获至宝 持续追踪了半年 那时我国具套好套满1000多万 账损最高600到700万 大力光正在进行试 只好把其他杂七杂八的股票变现 109年12月7日正式开始红海的投资之路 由于股市的学费缴了 A大文章提到的股市陷阱 精准的应验在我身上 被教训够了 苦头吃了不少 我自然乖乖的全心全力买红海 另外也听到这是A大带领大家的最后一档股票 我更是急切地想把握这个机会 加紧买红海 而A大每天的文章 让我就像拥有业界水准最高 量身打造的教练一样 完全用担心股市会遇到的危险 手上几百万的现金很快买完以后 还没进群组 在同学会看到A大奖直押 立马去借 当时最高还追买132.5元 并利用时机把手上的国具 大力光 慢慢地换成红海 再直押买进 2023年3月 在我借55岁之前 因为红海 等来我想要的退休 连退休金440万也拿去买红海 三年多来压身家买进 各种借贷买进 累积足够的张数 均价在105 股息领三次 近600W 目前未实现利益 比我上班一辈子所赚的钱还多 能有现在的结果 是A大的功劳 没有A大 我无法得到这么大的获利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打开了我的思维与格局 谢谢A大 我爱A大 文章出自A大个人研究观察记录 红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啥吧 好害啥吧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周理人都请来 红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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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加油